有人劝我移民啊或者说怎么样的时候 我始终一直在想什么时候中国的护照能够在世界上通行无阻 所以我特别有一个梦就是这个 就是希望能够中国的护照不一定能够把你带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护照能够把你从任何一个地方给接回来 2021年10月喜欢电影的中国观众都无法避开一个人 无论是长津湖还是我和我的父辈当中 大家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据猫眼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10月8号 吴京主演电影累计票房达到220亿 反超省团排名第一 同时呢 他也成为了中国电影新的时代象征 学武术出生的人 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一身正气 在《战狼流浪地球》等一系列主旋律电影之后 吴京收到了更多年轻观众热捧 近几年 他也是再接再厉 力求给观众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吴京先前在剧组拍戏出了一点意外 在拍摄一场骑马奔跑的戏时 吴京突然从马背上坠下 然后呢 在坚硬的林地上打了几个滚 头部也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一系列精心动魄了操作之后 吴京总算是缓过劲来 不过让人惊讶的是 他当下第一反应竟然是 马有事没有 一句话凸显了他的爱港经验 又在此技术上补了一句 刚才我摔马的事 尤其不能告诉我老婆 这一系列的反应让人心疼 当然了 也让人为吴京和谢南之间的 真挚感情给山深感动 有网友不禁感慨 这才是今夜老演员的精神 小鲜肉和刘亮们 应该好好学学 这才是演员 吴京一直是很智能的艺人 面对不公就敢直言 看不惯同行也敢发声 至少吴京曾经多次批评 有些小鲜肉 称他们演技差 片酬却高得离谱 他也曾经告诫漂亮的女生们 不要进娱乐圈 因为他早已经看透 吴京参加综艺节目 面对嘉宾总是说英文 也是毫不留情地指出 在中国请讲国语 在现实的生活中 吴京也非常的野们 做事风格很实在 没有太多的小心眼 吴京并非和别的明信一样 每次活动都能用新款新衣服 吴京正穿了西装就一套 结婚时买了大牌 只要是大一点的活动要出息 他都会穿上 因为他说不想浪费 有一次吴京去英国商演 却遭到了签证官的挑衅 你会英语吗 吴京说我不会 签证官说不会英语 那你去干什么呀 吴京的回答很霸气 是你们英国人邀请我去的 不是我自己想去 签证官听到态度立马就软了 觉得吴京是个人物 不能得罪 赶紧把签证给办好 欢迎他来英国游玩 那这个世界上 就是有些人气软怕硬 吴京这样的回答 这是给国人长脸了 那一个镜头 那张护照 我自己看了那个 我都觉得解气 我1986年出国 文化交流 为什么 这中什么建交 中什么建交 去打前站 文化交流 那时候 那时候你知道 中共护照签个证 你知道多麻烦吗 你们家祖坟朝哪边 都得给你查了个底掉 吃我 吴京是李连杰的 实地出道很早 2005年 吴京出演 《杀破狼》当中的反派 那导演要求他 和曾子丹争打 而且不能套招 所以曾子丹真的 也就拿着石木棍子打 最后甚至直接打断了 也没有停手 反而接着打断 第二根第三根 连续打在同一个位置 吴京受不了了 他商量到差不多了 这不是比武 大家不需要拼命 曾子丹呢 却不同意 他想要追求真实的感觉 后来两个人 又从棍子换成刀 连续打了很久 才过了这场戏 那时的吴京 真的是人为言轻啊 被打得这么惨 全程都在强颜欢笑 后来在港圈 没混出名堂 又开始自己拍电影 第一部狼牙 窥得血本乌龟 遇到了群潮 第二次 他卖访派战狼2 终于无尽一炮而红 正所谓一举成名 天下之 以前那些看不起 无心的人 也纷纷过来巴结他了 我强大了 中国崛起了 中国人自豪了 你看现在 曾经看不起我们那些西方国家那些人呢 对不起 后面等着 没你份 中国人优先 我对他的收货 是这个民族自豪感 老板 你 因此你怎么看呢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